数万亿细菌、病毒和真菌 生活在我们身上及体内 和它们保持良好平衡的关系 是对我们有益的 它们一起形成肠道微生物群 这是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 在我们的身体中发挥各种作用 肠道细菌可以分解体内无法消化的食物 产生重要的营养物质 调节免疫系统并防止有害细菌 我们目前还无法明确 健康的肠道需要哪些有益细菌 但我们确切地知道 对于健康的微生物群来说 拥有多种细菌非常重要 影响微生物群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环境、药品如抗生素 以及我们是否生于剖腹产 饮食也渐渐变成了影响 肠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虽然无法控制所有因素 但我们可以通过关注饮食 来控制体内微生物群的平衡 来自水果、蔬菜、坚果、豆类 和全骨类食物的膳食纤维 是肠道菌群最好的补给 当细菌分解纤维时 它们会产生短链脂肪酸 滋养肠道屏障 改善免疫功能 帮助预防炎症 从而降低癌症风险 摄入的纤维越多 肠道中消化纤维的细菌就越多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科学家们将南非农村人 长期食用的高纤维饮食 换成非洲裔美国人的 高脂多肉饮食 改用高脂肪低纤维的西式饮食 仅仅两周后 非洲农村人实验组出现 结肠炎症增加 丁酸炎减少的现象 这种短链脂肪酸 可以降低患结肠癌的风险 与此同时 改用高纤维低脂肪饮食的实验组 则出现相反的结果 当我们摄入低纤维加工食品时 肠道细菌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对于肠道细菌来说 纤维越少意味着补给越少 就使肠道细菌挨饿直至死亡 这会使细菌多样性减少 并产生饥饿细菌 事实上 有些细菌甚至开始吃粘液层 我们也知道 特定的食物也会影响肠道细菌 在最近的一项微生物组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 水果、蔬菜、茶、咖啡、红酒 以及黑巧克力 都可以增加细菌多样性 这些食物含有多酚 一种天然抗氧化剂 另一方面 乳汁含量高的食物 如全汁牛奶 加糖的苏打水 则会使细菌多样性降低 如何烹制食物也很重要 最低限度加工的新鲜食品 通常含有更多纤维 可以提供更多营养 所以清蒸的、淡炒的或生的蔬菜 通常比油炸菜品更有益 还有一些食物制作方法 可以切实地将有益细菌 也称为有益菌 引入肠道 发酵的食物中含有大量有益的益生菌 如乳酸杆菌和双气杆菌 在制冷工艺发明之前 本来是作为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发酵这种传统工艺 一直广泛流传于全世界 韩国泡菜、德国酸菜、印尼豆豉和红茶菌等食物 为我们的饮食提供了多样性和活力 酸奶是另一种可以为肠道带来有益菌的发酵食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酸奶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那些糖分较多、细菌较少的品牌 可能对我们没有好处 这些只是一般指导原则 要彻底了解食物与我们体内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还有很多研究 我们看到了正向相关性 但肠道内部很难进行直接观察 例如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这些食物直接 还是发生了更加复杂的过程 仅仅是刚开始研究肠道世界内部 我们就已经出亏 为微生物对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性 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调动肠道里的细菌 补充纤维 多吃新鲜和发酵食品 剩下的事情 放心交给肠道 它会让你变得强壮 Ted at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 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 通过向我们的Patreon捐款 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 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